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可能瘋狂 忽視波動 追求二法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發現優質公司 盤古論今 講老百姓自己的國海人生 共同見證一朝鮮持變天的 投資秘籍 欢迎收看 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之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韩古论今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上九方之投 大家好 我是伊可 今天 护身两式股指 在早牌稍作整理后 反身震荡向上 成交量较昨日略有放大 12月的下半场 市场风格是否面临切换呢 板块上 消费股继续活跃 证券保险等权重板块 拉抬指数 油资热腾股继续活跃 12月的下半场 大家又会关注哪类板块的投资机会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原 和现场嘉宾们的观点 有请老原 好的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我们发现三四六二点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点位啊 我们觉得多头一定要拿下啊 这个战略要定 那为什么是三四六二点 而不是周二的一个高点 三千四百九十四点 我想待会呢 我们在展开的一个过程当中 放在第三点 来跟大家聊聊啊 为啥是三千四百六十二点 是战略要定 那接着呢 我们围绕三点 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对市场的一个看法啊 这轮反弹会于10月8号大不同 其实今天市场的平开两波之后啊 有一波下跌啊 下跌的一个低点啊 恰好踩在了三千四百二十六点 那这个位置哪来的呢 这个位置是周一 留下的一个高点啊 周一反复上攻 然后回落的时候 留下了三四二六点的一个高点 而在周外我们看到是 冲高回落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刚好踩到这个点 稍微踩漏一点啊 收盘大概在三四二二点 二三点这个位置 然后今天呢 我们平开之后啊 反复两波下探的时候呢 正好啊 不多也不少 就踩在了这个点 跌不下去啊 那这个挺好啊 然后开始了一波 比较明显的一个反攻 而这波反攻 所攻到的一个目标 在下午我们看到 把三四六二点是拿下的 但是由于上攻的一个幅度呢 对于今天来说 幅度还是比较大啊 抖抖活活啊 摸了一下之后呢 最后收盘是没有完全 站在这个上面的 但是我们觉得呢 这波行情呢 会于10月8号大不同 为啥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近期啊 也就是在最近 这几天到下周 应该还不断 有一些消息面会落地 甚至包括啊 美联储的议期会 我想这些消息呢 对国内卫的啊 这个经济来说 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而这些影响 一旦落地之后 那对机构投资者来说 那毫无疑问 不确定性落地 那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 会更准确啊 所以这波大不同 不同就在这里 从今天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们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反复提及的大消费 今天依然是霸平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板啊 几乎全是大消费相关的一些板块 那么这是看点一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 看点二 观影热或接档冰雪油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啊 大消费板块呢 我们不是看多一天两天 在上周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 冰雪油 为啥上周我们会提到冰雪油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看到了几条新闻 联想到了去年 哈尔滨的啊 这个冰雪油 一下子就火出圈了 而且呢 伴随哈尔滨的冰雪油啊 这个小土豆 对吧 南方的小土豆 一下子也成为了一个热池 一个热搜啊 所以种种现象表明了 当初火热的冰雪油 从今年那个角度来说 也应该说落影落现 已经开始出现 当时我们看到的一个新闻是什么 各大订票网站 旅游网站啊 有关冰雪油的啊 问询的一个数量 订票的一个数量 开始火爆增加 所以你说这个今年的冰雪油 会没有吗 应该也会有啊 所以我们从上周就开始 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冰雪油啊 再度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迹象 那么这是冰雪油这一块 那本周呢 我们看到周一的时候呢 相关的一个消息落地之后啊 大家就在读相关的一个新闻 对吧 那其中有关大消费的一个刺激 相信我们朋友们都看到了 那大消费的一个刺激 现在震荡起始啊 为啥呢 因为本身每年的12月份 1月份 尤其是1月份 迎接原啊 那个咱们春节的时候 我们春节 这些传统节日本身就是大消费的一个季节 对吧 那如果在此时此刻 对大消费进行一番刺激的话 进行一些优惠 一些措施落地的话 那你说这一块会不会带动经济的一个提升呢 应该会 从我们隔壁邻居江苏啊 相关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三西产品 他进行一个补贴的一个情况来看 有些高档手机都卖断货 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消费的一个需求本身就有 你如何引导他 把他释放出来 在短期内正好这是一个档口 那正好呢 今天早上呢 我们还看到新闻 有关那个相关的一个部委 对于电影这一块准备有一个引导 准备什么呢 同样是准备了大概全国六个亿 这个左右的一个资金来补贴 观影 那这样的话你想观影这一块会乐 看电影的话 一般而言 你不会什么家门口一个电影院 到点我去看完电影 然后直接回家 不会的 往往会出去这个逛逛马路 买买东西 然后看完电影可能吃一顿饭 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呢 还会买一些小零食 在影院当中边看电影边吃 你说对吧 那这个呢 这观影的一个效果呢 还能够带动其他的一些消费产品 所以我觉得观影乐 或许正好是又是跨年当 又是元旦 又是春节当 这么几个火热的一个点 集合在一块 会不会也火爆一下 是值得我们进行关注的 就是看点二 看点三 三四六二点是多头战略要定 那说到这个呢 今天其实把三四六二点拿下呢 也是有点巧合的啊 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五部委吧 出台了相关个人养老金制度 将于12月15号推广到全国啊 这条新闻 其实这条新闻上海的投资者应该不陌生啊 因为我记得当初上海已经开始四点了啊 四点呢 钱虽然不多啊 大概每个人一个月可以一千块啊 投资在这方面啊 全年也就一万两啊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这个吸引人的 因为你投资这一块的话 可以把那个相关的一个税负啊 减掉啊 这个呢 可能对于一些那个收入比较高的啊 一些投资者把这部分钱啊放到 以后养老的时候再来取是有帮助的 那反过头来这笔资金怎么用呢 当然是用于股票市场啊 用于权益类市场 包括债券等等这些市场 尽管看起来一个人并不多 一万两千 但是集业成球这个东西就不能小觑啊 所以今天五间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爆发是跟这个有关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爆发的 应该说主力军之一 是券商和什么 和保险 保险呢 我们此前也展开跟大家分析过啊 这里呢不展开说 我觉得要注意保险呢 在我们目前这个带牛市氛围的一个市场当中 可能会有带威市双击 加成的一个效果在这个里面的 说说3462点 3462点怎么留下的 不是技术分析分析出来的 而是在周啊 市场从3494点回落跌下来 当时多空在3462点 有过一番争夺的 朋友们如果打开自己的一个电脑啊 可以看看当天的一个走势的话 你会发现第一波下跌 然后反弹到3462点 被空方一拳打了下去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呢 再度上攻 也接近3460点 然后再跌下去 所以这个位置呢 说明是多空双方 博弈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比任何技术分析 分析出来 那我想要可靠的多 人家真金白银 在这边打过一张 所以最近这两天 我觉得只有把这个位置拿下 那么这个多头的一个战略要地 在手之后呢 那我想多头往上攻 甚至把3494点拿下 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那今天呢 有一点是比较好的 摸了一下 尽管没有完全站上 最后收盘3461.5点 那你算拿下 还是不要拿下呢 差了半个点 所以我想明天 是不是来补补课 把它拿下 再往前进一步 那可能对市场 未来的一个走势 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啊 那这是我对 看盘的情况 跟大家做这么一个总结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一些嘉宾啊 首先呢 请出厂内的一个嘉宾 牛河心啊 老牛好啊 那12月份下半场的一个市场风格 会不会酝酿一个切换啊 能不能给出一个你的答案 我认为大的切换没有 我估计就是说 原先机构段的票 可能会在12月份会一起发力 所以说我认为是 整个市场的情绪 还会有一个往上推的一个过程 嗯 好 谢谢老牛啊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看头APP 抖音号上的一个投资者朋友 你们也可以来做答啊 我们给出了几个选项啊 给出了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会啊 你打一下A 如果认为不会啊 你打一个B啊 告诉我们你能的看法 好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请出杨诚斌 张铭你好 张铭你好 刚才呢 我们跟厂内嘉宾啊 这个老牛呢 正在探讨啊 12月份下半场 就下半个月吧 市场的一个风格 会不会酝酿切换 那这个问题 你也简单 跟我们回答一下 做一个结论 来 有请 我觉得这个 这个风格的切换的话呢 应该不能算是切换吧 应该说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延续 因为我们 之前啊 从了解到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 机构的仓位其实并不是很高 然后呢 最近我个人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 有很明显的一个机构的 一个建仓和一个 操盘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现象嘛 那么我个人认为的话 如果说12月份 下半场这个 行情想要延续的话呢 可能会 机构的作用 会 全中会发挥的更大一些 也就是说往更好的方面去走 好 谢谢 陈平 这个答案呢 我们先记下啊 待会儿再跟你做一个联系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 场外嘉宾庄阳 庄阳你好 老阳你好 那刚才呢 我们跟场内 以及云上的一家宾 都对12月份下半场的 一个行情风格 会不会酝酿切换 做了一个探讨 那这个问题呢 你也可以跟我们 尝试做一个回答 另外呢 我想再来听听 你对市场的一个分析 以及接下来 该做一些什么方向 来邀请 市场风格呢 我觉得 我比较认同 你这个老牛的观点 不会有很大的缺换 但是呢 这个 整体的这个机优股啊 包括可能机构 市场比较多的一些机优股 可能会迎来一个补涨 首先逻辑很简单 因为 现在市场其实都是 船小票嘛 但是小票的一个核心逻辑 就是大家所说的 有很强的政策预期 以及大家对于 未来这个预期很强 但是具体现实怎么样 需要经济数据去验证 就在没有直接明了的 经济数据验证 大家所谓的这个 经济数据向好的之前 我认为大票机会 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因为我之前做过测算 叫投资日历四方格 只有等 整个经济数据非常火热 负数市场非常明显的时候 大盘股其实是要 走得比小盘股强很多的 但现在是属于一个 这个强预期 但是现实比较不确定的 一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一些中小盘股 可能是市场资金 更喜欢去亲爱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风格 不会有很大的切换 那对于市场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我周二是来做节目的 我当时的观点就非常明显 就是当你极度亢奋 或者极度绝望的时候 这根K线 其实是没有参考意义的 果然后面两个交易日 市场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 慢慢的就走出了这个颓势 已经反包掉了一半的 这样一个阴线的实体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现象 就市场整体对于 一些重要的一些消息 包括内容 还是非常正面的这个解读的 那我认为整个12月份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去往上攻的概率 还是偏大的 因为现在市场 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 还是流动性 都是处于一个 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另外我自己 还做了一个测算 就是我做了一个模型吧 就是融资余额 其实近几个月 一直在往上走 基本上都是单边 往上走的这个过程 那如果你把融资余额的 一个这个变化 去做成一根这个曲线的话 它其实你会发现 它跟上升中指 生成指 创业板指 这三个指数都不同步的 因为融资余额一直在加 但是指数 主板指数一直是在震荡的 只有一个指数 和融资余额的这个变化图 是完美吻合的 就是中正2000 也就是表明 这么多融资客 增加了那么多的杠杆资金 其实都买在了小票上面 这个也是为什么解释 为什么这段时间 小盘股很强 就是因为 融资带着很多散户 其实还是主要去进攻 这些偏小盘股的这个方向 那我觉得 这个依然还是大家 需要重点关注的 那指数层面 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是慢慢的去反包掉 这根实体阴线 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那具体我看好的一个方向 其实还是三块 第一块就是去紧追 重要会议 可能出来的一些 受益的政策方向 比如说消费 这几天已经有表现了 食品饮料 旅游酒店 包括我上次推的 这个航空机场 这三个是有很强的 政策预期的 那另外还有一块 就是老人前面说的 这个券商 今天其实点火的 也是券商 券商是目前 最能带动市场向上的 而且是一个 带我一次双击的过程 那如果是你看好后市 你肯定是要配券商 配券商就等于 相当于去买了 这个估值期货的看多 那最后一块 就是我觉得 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 去规避高票和 选学品种 这个我觉得后面 是市场会有很大的清算的 但是还是要做好 一定的防风险的准备 那我的观点就这些 好 谢谢庄阳的一个分析 也确实庄阳 周二来到现场的时候 就提到了 可能第一天 消息们落地的时候 大家情绪上头 往往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市场会慢慢体现出 这个相关利多 是指引的一个方向 事实上最近这几天 也确实在这样走 感谢庄阳最后还提醒了一下 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些风险点 那么这个风险点 我相信大家蒙心自问 冷静思考一下 都会清楚 所谓玄学 那可能炒一时 你要想一直这样炒下去 不现实 尤其是进入12月份 接下来1月份 马上就要到了 业绩的一个公布在即 这个时候 这种成绩单都拿不出来的 那些票恐怕清算不迟了 这个恐怕就在眼前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使用 九方自投股票行情软件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盘面 首先来看一下上阵50 叠加中阵1000 分时走势的一个情况 很明显的一点是什么 今天上阵50走的是 非常的一个强劲 两波段的一个上涨 非常的一个清晰 甚至下午啊 尽管总体上是一个盘整的一个走势 但是下午何尝不是一个上升三角形 或者一个切形的一个上升呢 从这一点来看中阵1000 是远远不如上阵指数的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尤其是在上午的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中阵1000 这个前面一个半小时 一路下行 这里呢尽管说带动 是有很快的一个弹性开始释放 但是至始至终 离上阵50还差的那么一口气 始终没有弹上去 按理说按一般以前的一个规律来看的话 当上阵50引领市场往上的时候 那中阵1000那可是弹得更欢啊 但今天尽管弹得欢 但是始终涨幅是低于上阵50的 这个呢大家要警惕一下啊 那明天那个看点呢 我觉得应该是中阵1000 它的一个弹性 能不能在第二天释放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使用九方自投股票行情软件 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来看一下上阵指数啊 那么今天呢平开之后啊 是两次探底 正好卡在2426点 也就是本周一的啊 十字星的一个高点 就止跌了 之后开启了一波上阳 午后冲击3462点 可惜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警察好理啊 3461.5点收的盘 收了一个放量中阳线 成交量保持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拿下周二高点 甚至拿下之后 还有机会继续上行 至于11月8号的这个高点 3509点 本次是不是能够直接拿下 这个呢我觉得要打一个问号啊 因为现阶段的一个市场 的一个走势啊 我们预计可能是进二退一 或者进三退二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呢今天低开之后呢 是震荡上行 跟随主板出现了一波拉伸 冲击了2300点的一个整处关 最后呢收了一个放量中阳线 成交量保持的话呢 仍然是有上升空间的 从行情的一个角度来说 目前越多周转多日转多的一个趋势 是应该要保持谨慎的 明天的参考播放区间 2266到2333点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 一起来跟我聊聊对市场的一个看法了啊 我们先来请出杨诚斌 杨诚斌你好 好的老院 我想听听你对行情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啊 来有请 其实呢我觉得最想跟大家沟通的一个点啊 就是说这个大方向的一个问题 我最近呢是跟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聊这样子一个操作嘛 那么也是最近确实是有一定的那个行情的变化 但是这个大方向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想跟大家来好好聊一下 就是说呃 大家不要看到是一个短短期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博弈的结果 也就是说呢那天的收了一个阴线 确实是呃可能是大家情绪太高涨了对吧 那么现在是一个回落 这个是很很正常的 但是最近的一个操作或者说是一个大方向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这个大级别的一个一个上涨行情 尤其是说呃刚才前面的嘉宾也讲了这个券商这个东西 就是券商的话呢 一定会是牛市的一个呃一个导向的一个结果吧 也就是说整体而言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个跨年行情应该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尽量咱们尽量就别被去短线的这样子一个情绪所干扰吧 就是以免错过了一个呃一个更大的一个一个行情 因为从现在的一个操作来看的话 比去年或者说是比国庆节前 它其实是要容易太多了 只要不是去太去冲动的去追高的话呢 那么或者说是只要是去耐心的去低低 比如说近期的一个呃情绪风口的话 那其实是很容易很容易吃的吃到肉了 那么关于短期的一个市场波动的话 我个人认为呢 很可能只是一个情绪的一个作用而已 只要不被这个市场去牵着鼻子走 然后钻住自己的能力圈就行了 而且如果说呃 如果说假设短期这个节奏没有踏准的话呢 那其实反而是更加是可以耐心等待下 比如说用仓位来控制的话 机会会有很多 而且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呃指数是要强于这样子一个一个预期的 而且最近发现的话 这两天的话 其实是沿着五天线上的 这个已经很强了 从过去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呃往往是只要是一个 指数高开2%以上 然后是冲高回落这样子一个呃 收的这样子一个K线的话 很大概率都是说后面连续3到4周都是会一个震荡调整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呃指数者的比我个人的话要认预期 原先预期的话要要强很多 而且我们从数据来看的话呢 整个市场的话其实都是都是比较健康的啊 那么呃 有一个是三个月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数据啊 呃我也是做了一个统计 那么从低价股从1块钱到10块的 然后再到10块钱到30块钱 然后再到呃30到100 然后最上面那个呢是百元股以上 我我发现了这个呃可能跟大家那个直观的印象上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差异啊 这个结构来说是很健康的 因为呃从 如果是从把盘面的直观感觉来看的话 可能会大家都会觉得近期的都是低价股才倒 然后其他的可能都没什么这样没什么动 但是我们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呢发现呃 呃是高价股甚至是百元股最近的涨幅都是 反而是更好一些的 那么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样子一个涨幅结构来看的话 这个行情其实是呃没有没有问题了 然后第二个数据呢是那个一年的一个新高新低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年新高新低的数据发现的话 就是说从最近的从10月8号开始一年新低的 创一年新低的数据都是零 也就是说最近这一两个月时间就没有哪个票是创新低的 这个就等于是跟以前是完全两样了 然后从最近的新高的数据来看的话 也是比两周前要好的很多呃两周前可能只创新高的数据 从整体这样子一个动量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就是说呃 二点几到三点几以上的动量数据的话是是没有的 那也就是说明了 这个行情的一个持续性的话呢 可能是呃短期有待加强的一个一个方面吧 所以说我个人给出的一个总结的话就是说呃 呃像之前那样子的指数级啦 它其实是持续性是没有的 不可能持续的 往反而是像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呃消化整理的话 我觉得对后续的一个行情的发展会更加健康一些老人 好啊谢谢陈斌啊非常详尽的一个分析啊 尤其是刚才带来的三张图啊 应该说能够说明市场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现阶段呢市场既然是上涨式 那我们还是要冷静来进行一个分析 待会呢我们会会请出陈斌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下一阶段准备往哪个方向啊 哪些方向上觉得未来机会更多一下啊 那回到产内我们要跟牛河心来做一个探讨了 来请出老牛啊来游行老牛 来跟我们聊聊对市场的要看法 啊应该说市场现在还是一个上涨周期 啊我认为这个市场相对来说 它还是做对称的 因为我们从10月8号3509点下来 啊它是走了一个相对对称一点 但是跟分类指数结构是不一样的 这次就是上证50后互生300是走了坠落的 啊基本上目前啊今天啊 是相对50走了比较强一点 但是总体对分类指数来说 它现在连我们说到一个相提的一个上沿都没攻破 包括前天的那个高开的阴线 基本上我认为50现在到特别是到12月年关之中间呢 我认为50后面会发力啊会发力 但是如果一旦50走了比较强 实际上市场的体感并不是这么好的 因为各分类指数结构是不一样 像上证上证因为我那天在点睛上也说过了 周二这个阴线大家都比较啊 是跟10月8号这根开线 但是10月8号跟周二这根开线我认为是有本质区别的 10月8号这根开线是连续大涨之后又开出涨停盘开盘 实际上那一天的整个市场的情绪打得非常满 接下来有大量的获利盘 因为这一波是快速上涨 基本上获利很多人是获利丰厚的 所以说这种我说就抛压是非常大 而我们这次呢是推升的 从3227点是涨了8天做推升的 那天实际上从开盘的点数来说 我也说到了就是估计会在3500点附近开了盘 如果是在3500点下方 我认为市场还是比较理性的 因为当时像港股啊包括A50啊 都是大涨按照我们道理至少要开到2550点附近 那么实际上它还是比较理性的 那么这一波下来以后呢 我认为是带一点短期的洗盘动作 那么实际上从这一波上涨 从我内心讲来说 3509点最好这个位置去挑战一下 甚至哪怕就过一点两点 我认为就OK了 如果说这个位置如果不过 那就形成12月份是这里是不是又形成一个小的高点 因为从平均股价来看 现在感觉到它的上升空间并不大 现在各分类指数只有一个中正2000 就国正2000是创出什么反弹的性高 它是创反弹性高的 其他的指数现在还没有 但是从力度来说 明显这个力度开始有点好像力不从心的 所以我偏向于 指数在这里可能会引领整个市场 走出最后的一波我们说挑战行情 但是它的空间并不是很大的 那么明天正好是我们从3227点上来的第13天 一般性它做对称的图形来是 基本上都是这里会有压力的 所以我偏向于 一我们明天看三天是不是反包这个阴线 因为那天10月8号根本是没有反包 都是低开的 低开低走的 那我们这次应该说两根阳线 已经开始反包它一半的下跌空间 那么像2000基本上已经是创出新高了 那么明天我们就看上阵 我偏向于最好挑战一下3509点 那就形成了整个市场高点在抬高 这个对市场的未来的整个 大家的整个体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这里不打新高才开始回落 我认为整个时间的周期可能会拉得非常长 根本就说明整个12月份 整个市场要挑战 有效战上3509可能还是一个困难 别说了3674点 我偏向于这所有的动作应该是在12月底 因为从12月份的整个模型机构来说 先上半周就是上纪 就是上旬可能是做一个反弹周期 接下来中旬做一个震荡 做一个拉锯 然后到下旬去挑战 甚至有效站上3509点 根本从年开线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攻击形态 根本明年挑战3674 甚至去挑战4000点概率是比较大 根本从角度来说 所以明后两天 大家注意小结构的一个变化 底下三天 这里是不是有回彩 因为今天本身找盘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整个市场武林相对表现比较好一点 但是像1000 2000 就是下午收盘的时候 是先撒了一波 然后再拉起来 所以偏向于 这里还可能有大的分歧 因为我看了一下 就是明显感觉到 就是机构端的票 相对还是偏弱一点的 好 老牛呢 看得出来 既有大局观 对于3509点这个位置 比较在意 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 或者说12月份吧 能够把3509点这个高点 哪怕刷新一点或者两点 老牛原话 哪怕刷新一点两点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本身变成3509点是下半年 那个最高点之后 成为次高点 一路往下走的 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高点刷新 对于来年行情就有启迪 不光有大局观 同时微观当中呢 也跟我们指出 这波行情 从3227点是吧 开始反弹 那到现在13天 而3509低到3227点 同样是13天 对称的一个结构 要注意接下来会不会短线 有一个回落 所以我想老牛 确实不愧违是我们的上海牛书 这个观察盘面 既细又有大局观 好了 听完两位嘉宾的要观点以后 我们再来听听其他嘉宾 在有看头APP上发表的要观点 来有请一可 好的老元 今天栏目组为大家精选了两条来自有看头APP上的嘉宾点击内容 胡嘉宾表示市场短期风格或将切换 关注护身300成分股 宋路一认为消费板块表现亢奋 明天关注机器人和豆包概念的回流机会 更多点击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有看头APP 在节目直播过程中 大家可以在有看头APP抖音号上发表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最后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 立即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APP 领取VIP主力资金指标套装 洞悉资金流向 把握操盘先机 同时 有看头APP还精心准备了三套投资大咖系列课程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资深投资者 都能在这里找到提升自己的方法 现在就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APP 更多惊喜好礼等你来临 是资深耗这样的一个投资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他们也是偏向于会更多一些 但是我数不过来到底是几比几好吧 只能够大概的做一下 那我们稍时休息后再回来 再来请出几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 接下来如何操作 有哪些策略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来 本期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冠名播出 爱学习的股民 股票学习机来了 专专业陪伴高校学 智能AI精准学 九维课程体系学 九方志投股票学习机 老凤翔凤翔喜事提醒您精彩继续 有喜事就由老凤翔 本期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九方志投冠名播出 好 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市场板块当中 有哪些涨幅前列的 我们可以看到休闲食品 涨了5.98% 国产卤业5.59% 零售业5.04% 冰雪产业4.86% 定制家居也有4.56% 前一色全是大消费相关的 下跌的有P1K概念 3.444- 人型机器人 食物系统NPU 几乎都是跟 人型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板块 那我们再来看看 下半场的互动话题 下半场的互动话题是 消费板块持续活跃 12月下半场 关注哪类板块的一个机会 我们给出了6个选项 A.消费 B.科技 C.金融 D.新能源 E.生物医药 F.其他 那这个问题 同样我们先来请出 成斌吧 成斌你看一下 这个对于 这个消费板块 持续活跃以后 12月份 该选择哪些板块 你有什么 自己心中的一个答案没有 我个人呢 还是持续看好这个大科技 以及那个金融 那个大科技方向的话呢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这个 机器人 尤其是人型机器人方面 然后那个金融方面 我个人是倾向于这个 互联网金融和券商 也就是说呢 我不说这个消费 或者是说医药 那个没有好公司 好公司确实是有的 但是说 从最近的一个市场结构来看的话呢 想要行情持续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 那个科技是不可缺席的 尤其是像那个芯片和人工智能 以及是人型机器等 这样子的一个 兼具这个容量和这样子 一个人气的一个品种 尤其是呢 最近的这波人型机器人 我个人认为 就一定是那个 机构和油资的一个 一个合力的一个结果 像这个机构持仓的话呢 最近大家其实可能会对 这个机构持仓的数据 有一定的 心里有点小 小问号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一波大的行情的话 那么 必然这个机构的发力 是势不可少的 为什么说 人型机器是最近的一个 机构和油资的一个合力呢 就是说像最近的话 人型机器人已经是 出具像当年的那样子 一波锂电的那样子 一种雏形的 也就是说 从行业的上游到中游到下游 甚至是 比如说一些细分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那个柔性手 那个PEK 对吧 然后那些包括像 斯杠或者是那个电机等等的 这些品种的话 但凡是只要是题材正宗一些的 它他们的一个涨幅的话 都是超过了一个月的 这样子一个长度 那么从以往的一个 油资炒作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很多都是这个可能 只会是炒一两个龙头 最多是四到五个对吧 然后一波流炒完就结束 那么像人型机器人的话 现在这样子一种情况看来 完全不是油资的这种风格吧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那么像这种行情的话 一定是机构和油资合力打造的 一种结果吧 也就是说等于是说大家都会有 有这样子一个共识 但是呢 刚才的那个老人给的数据也都看到了 就是说今天跌幅靠前的话 都是人型机器的这样一个品种 也确实 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人型机器的话 短期涨幅是过大的 一定是会 一定是会需要消化整理的 为什么说短期涨不过大呢 就是说短短的 一个月左右吧 涨幅50%到三倍的品种 实在是数不胜数 那么从这样子一种 角度去我个人认为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波行情的 然后连我这种风格 稍微有点激进的选手 都觉得人型机器人的板块 都可能是有点不敢下手了 那么可想而知 这个短期是需要调整 这个也是很正常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无论是风格 是否是往哪方面切换 就是说 我还是看好大科技板块的吧 那么只要是这个行业的轮动 能够健康的轮动下去的话呢 是完全能够支撑的起 一波行情的一个延续的 也就是说 像正常的一个行业轮动的话 一波涨幅来看的话 通常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 那么三个月这个时间是算长的 对吧 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熄火之后 需要有另外一个行业来承接 比如说像现在消费行业 承接了这样子一个人型机器人的 这样的一个上涨 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操作 那么在谈谈操作方面的话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经验吧 自从是从国庆节到现在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操作 其实是完全没有难度的 就是说 一波下来这个接近50%的这样子一个涨幅 其实是感觉自己是倾听中心就是做到了 但是最近也是确实发现 就可能是在市场上没有太多可以买的 可以买的或者说可以安全放心的持仓的一个标的 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我也做过一定的反思吧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一定是要保持好耐心 然后就是说专注的做好自己的能力圈的一个标的 像我的话数据分析能力比较强对吧 然后对业绩比较敏感 那么我只会做好自己能力圈的一个标的 不会去看到那个什么行业涨了就去追哪个 这个的话很容易去遇到一个问题 然后的话也是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下的话 就是说现在一定是一个行情的一个初期阶段 尤其是说大家都对前面那几个大阴线没有信心的时候 这很难说谈得上是一个行情的一个结束 如果说行情结束的话一定是会大家一窝蜂的去 比较狂热的去买进 然后那样子才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市场高点 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反而是 像前期的人工智能比如包括那个光模块等等的 还有那个芯片对吧 就是说近期消化完毕的一些科技股 尤其是那些靠近20天线或者是50天线 已经完成了这样子一波回踩的标的 我觉得这些去耐心的去低息建仓的话 其实是问题不大的 谢谢陈斌非常详尽的一个分析 待会我们有时间的话再会跟陈斌做一个联系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场内来跟老牛做一个互动了 我们来听听老牛接下来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路以及方向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来有请 首先已经进了12月份的中旬了 对 连12月份就基本上结束了 今年2024年就结束了 那么这里呢首先是要定性为有没有跨年行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2014年我们将近10年嘛 就是到2010年 跨年度行情有6次 就是统计啊 那么它的占比是60% 就是有跨年度的 还有40%没有 那么跨年度行情它需要一些我们说相应的一些配套 首先就是一定要有流动性宽松 那么我们近期大家看见了吧 成交量最低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在1.5万1.3万 最低的时候好像是1.3万亿 但是1.3万亿跟我们去年低迷的时候5000亿 它将近还有三倍了 对吧 所以流动性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资金面和政策们 我认为它的预期现在还在 基本上还在一个发酵过程当中 我认为这里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市场的焦头还是比较活跃的 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就说 比较活跃的资金 主要是油资和我们说散户资金 机构资金相对还是比较欠缺一点 但是不排除它后来居上嘛 那么到了年底 我认为机构端的资金会发挥 那么就形成机构端的资金 加上油资加上散户 形成一个合力把指数往上推 这个位置一定是合力才能去挑战3674点 没有这些合力市场是很难过的 所以我偏向于12月末甚至到明年 这三个力量可能会达成一种合力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市场最大的利好 就是机构端的是没发力 如果机构端的发力 那上证武力和故事战本不是像现在走得这么弱 那么他们就会挑战性高 所以这个发力点应该说是跨年度的一个动作 另外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现在主要是一些什么成长性的 包括油脂端的情绪端的在我们说在表演 但是对价值型的基本上现在没有 但是价值型的这个舞台我认为是达了比较好的 那么接下来整体来说有两大的一个看点 这两大看点一个是就是行业景气度 就景气度开始回升它的延续性 另外一个就是困境反转 困境反转应该说在明年的时候很多行业会出现 就是困境反转 所以它主要是在一个政策预期的一种情况下 我认为先表现比较好的主要反映在大金融和大消费 我们9月24号这一波起来的1000点表现最好的就是大金融 包括费用金融包括这段时间到年末了 大消费又出来了今天涨的基本上都是大消费类的 商业百货零售 基本上都是消费类的 消费类的里面还有一个板块就是医药板块 医药板块在这一波行情实际上我认为是落后整个市场的 我偏向于在12月底这些原先机构比较看好的这些板块 我认为它还有一个发力 另外一个马上进入明年的一季度了 明年一季度实际上该结账的 该什么我们认为都完成了 接下来整个市场的风篇包括它的整个情绪还不回升 这个回升又回到了成长性的一些股票 明年成长性比较确定的我认为还是科技这一类的 特别是AI应用 AI设备这一块 它的整个确定性我认为是比较强的 另外一个就像一些新财生产力 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 我认为明年都会有一个提升 这就是整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延续 所以明年的一季度 我认为可能是市场还是保持在科技这一块 另外第三个就是周期的 我们有顺周期和逆周期的 我认为这两个板块 基本上从它的整个行业角度来说 基本上是低位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吧 讲的一些基本上在行业角度来说 它的估值它的股价都是在地位 你像化工你像有色 都是在一个相对地位 所以明年我认为市场可能会有个 从一个点向一个面全面发展 我认为市场突破3674点 甚至去挑战事情的概率是变大的 好 谢谢老牛的一个分享 老牛刚才有一句一段话 引起了我的一个共鸣 哪段话呢 他提到了目前市场当中 游资散户的一个资金 以及机构的一个资金 尤其是说现在放心就放心 在机构资金没有发力 如果机构资金发力了 那行情就不是这样了 那可能反倒不放心了 那这个同时呢 我也想到了陈斌刚才说什么 刚才说大家还在犹豫啊 还在觉得没有赚到钱啊 还在觉得不是牛市啊 那更好啊 所以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之前6124号51278也好 都是忘乎所遇 人人都称自己是股神的一个时候 那才是风险到来的时候 我觉得两位嘉宾的观点 结合在一起来看 对市场目前跨年行情的一个判断 应该是有理有据的 好了不多说 我们再来请出另外一位产华嘉宾 胡佳斌 来听听胡佳斌的观点 来有请胡佳斌 上证指数短期受到五日均线 逐步的一个支撑啊 目前指数也在走高 我认为短线是有机会能打破 11月8日的高点3509点的 那目前双创指数 走势就较为弱势了 我觉得是要进一步观察才能做决定 目前的话 我觉得以观望为主了 那从今天盘面来说的话 市场的风格啊 我觉得有可能会发生相应的一个改变 今天比较明显的是 以护升300为主的一些方向 做了带头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短期可以关注一下 护升300中低位的一些个股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年末股库存的猪肉板块的转线机会 好 谢谢胡佳斌的一个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有看头自营优选板块 来听一听朱军 今天会带来哪些优选内容 同时大家也可以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有看头自营优选板块 来进行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有请朱军 哈喽老员 欢迎收看今天的 有看头自营优选策略 基于市场震荡走高 大消费成为市场的主线 接下来的行情中 我们如何去把握到其中的一些机会 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章题板 我们主要去关注一下冰雪产业 随着向各大雪场陆续开板 一年一度的这种冰雪盛宴 是拉开了帷幕 冰雪旅游消费也是迎来了旺季 根据数据统计 在11月底开始 冰雪旅游产品的这种售卖 就已经开始起量了 进入到12月份以来 冰雪旅游相关的这种热搜的热度 是在持续的走高 像最近这一个月 国内的滑雪场门票的预定量 相比于去年 是提升了将近20% 此外的话 向国务院办公厅 近期也是印发了 关于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 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 提到了2027年 冰雪经济总规模是达到1.2万亿元 那向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 推动东北地区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助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实施方案 像冰雪旅游的这种市场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那落实到板块近期的一个走势来看 其实近期板块整体走势也是比较不错的 相关的一些龙头个股呢 也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波段拉伸 板块走势目前是震荡上行 MACD也是在近日是出现了金刹 最近这一个月多的时间里面的话 这样超级资金是已经处于持续的 向板块冲去流露 已经在提前布局 基于主力资金是买了5.5亿元 是游望推动板块继续向上去打开空间 板块中的个股今天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所以说我们也是详细的梳理一下 板块当中近期有资金在潜伏布局的投资机会 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将这份冰雪产业资金吸筹品种名单 免费领取到手 向大消费方向近期我们也是在多次提示机会 这些在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 都可以去做持续的关注我们再来看下一张提板 比如说像这个食品加工板块 在10月初回调之后 在近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持续震荡上行的走势 那今天的话也是突破了11月8号的小高点 在板块当中今天的话个股是近乎是全部上涨了 整体走势也是非常强劲的 那像这段时间板块当中的资金也是处于持续的流露状态 带动了板块持续上行 板块中近期的个股也是走出了一些非常强势的走势 甚至有很多个股的话也是出现了连板性的一个拉伸 那尽管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 食品板块整体走势是不如人意 但是在近段时间啊 在政策这个确定性的这个预期之下 像板块呢已经是迎来了市场的一致性认可的这个转机 不管是从政策的这个支持还是从近期板块的赚钱效应来说 这个食品加工板块是已经成为了市场的这个焦点方向 如果说您这边不想错过当前的这种消费牛 那您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将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份食品加工板块资金吸筹品种名单 免费领取到手 好的今天你有看到质疑优选策略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把时间交换到老园 好 谢谢朱军为我们带来的热点优选稍事休息广告 之后为大家带来揭晓今天的一个投票结果 来 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韩古论金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上九方志投 欢迎继续收看谈股论金节目 接下来请老园公布互动话题的投票结果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场的互动话题是消费板块持续活跃 12月下半场关注哪类板块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消费 有30%的投资者选择了这个选项 第二个是科技29% 第三个是金融13% 新能源8% 生物医药15% 其他5% 此外对于嘉宾观点的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是牛河心更高一些 再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咱们谈股论金股民信箱已经重磅上线了 我们已经开始收到我们的股民朋友不断的来信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信箱的三个内容 一个是建言节目给节目出出主意 第二个是提问嘉宾 第三个是想登台亮相发表观点的话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email信箱 发送email到谈股论金拼音全拼 at一才.com 我们欢迎您加入谈股论金百姓化投资的一个大家庭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机来回答一些大家的一个来信提问 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福利 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自投APP 快速挖掘优质公司投资机会 更多投资工具 请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自投APP下载体验 好了我们稍息休息再回来 再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一聊如何操作的问题 来 这个家装东西 游� 现在 呵呵呵呵aha 哈哈哈 嗯 的 家中用电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 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带人 传递友善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爱学习的股民 股票学习机来了 专业陪伴高校学 智能AI精准学 久违课程体系学 九方志投股票学习机 欢迎回来 学习最重要 我们先把学习的事情 先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有看到APP 抖音直播的一个预告 大家不妨截一下评 今天晚间就有 21点到22点 是江崎的一起聊股市 周六一档张瑞泽的 那么接下来周日的话 有五档许文杰的牛核心 是下午的15点30到17点 交易盈利的秘诀 大家不妨花点时间 跟老牛互动互动 此外还有路易 有话说 葛剑影的踩节奏 抓牛头 咱们将其周日 晚上20点到21点 也会跟大家一起聊股市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来请出陈斌吧 陈斌你好 老师你好 简单跟我聊一下 对操作的一个看法吧 有请 聊两个点 就是说第一点的话 是千万不要忽略 这个机构发动行情的能力 尤其是现在年底了 而且是大家都可能对机构 最近都会看到缺小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很多时候都有可能是 你跑不过指数的 也就是说机构的这行情 一旦发动起来会是非常迅猛的 第二点就是互联网金融和券商 我回忆起2015年那个时候 很多互联网金融是涨了15到30倍 这个千万不要忽略 好谢谢陈斌 回到场内来请出老牛 还是两个点吧 一个是做战略布局 做跨年的 基本上是以基本原文导向的 一些机构 我们说固执比较低的 也是价格在低位的 那么我认为明后来 明年应该说 攻击重要位置的时候 我认为他们会发力 这会做一个底仓的布局 另外一个短线炒作 我基本上还是以撒网性的一个炒作 近期在课程上面也说了很清楚 应该说一个组合远远是跑赢整个市场 numbers, not only on televisions, but online as well, right at your fingertips more content will provide you with more first-hand experiences of life and business in Shanghai